带大家看个稀罕东西 黄河大坝 从老牛湾景区沿着延黄旅游公路向南走15公里 就来到了万家载水利枢纽大坝 和老牛湾古朴的风景不一样 万家载一片现代化的气息 万家载水利枢纽工程1993年立项 94年总体开工 98年首台机组发电 2000年全部机组发电 这座大坝建成以后 不但极大的增强了华北地区的发电调分能力 更使得山西太原大同 塑州和内蒙古准高尔齐摆脱了缺水的困境 而且还有防空和减灾功能 对华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刚开始为什么要说这是个稀罕东西 因为在当年北方真没几个人 见过这种高峡出贫湖的壮观景象 大坝建成以后 慕名而来的游人络绎不绝 可能有些朋友早些年来过 当时是要收门票的 不过现在不需要了 如果你来偏观旅游 记得可以来万家载看一看